今天吃火锅,吃焦香城门口,走 我回成都差不多三个月了,这次是第一顿 成都吃火锅喜欢加香油,北方喜欢加麻酱 这是他们的香油 成都的火锅底料非常的丰富 然后汤底需要用茶来代替,它这个都是老鹰茶 我们趁这个火锅再煮的时候,我们去弄点调料 吃四川火锅一定要加的就是蒜和香菜 最后再把这个吃火锅专用的香油给它浇上去 吃火锅的时候已经全副武装了,因为味道太大了 四川吃火锅独有的特色菜 炸酥肉,香辣的,这个是麻辣的口味 就是毛肚,午餐肉,然后黄猴就是喉咙 黄猴一定要提前下下雪 因为黄猴会煮差不多20分钟才能吃 我们首先吃的是这个毛肚,成都毛肚 七上八下,上面七下,下里面一下 五,二,三,四,五,六,鸡 好,四川就可以吃了 哇,肉口好脆啊,这个毛肚 这个牛肉是叫做吊龙 就是牛比较好的一部分 你看,全都吸在这个盘子上面 那种很薄的牛肉也是一样的 七上八下 火锅必备菜,菜汁 就是这个鸭水 哇,哦,哇,肉肚还嫩 红糖瓷巴,也是火锅的标退上市 来尝一尝这个黄猴 还那个心 黄猴主要吃它的脆 像叫脆骨一样 如果你嫌这个火锅不露不辣的话 可以来点这个干点,蘸一蘸 蘸着吃,味道更爽 火锅的正殿之宝鸭肠也来了 出锅,你看它被炕很短了 哇,很脆很脆 比那个黄猴还要脆 来,再吃吃这个蛋炒饭 蛋炒饭一定要炒得干 而且有嚼劲 饭后甜点,很经典的冰粉 然后小土豆的它是冰汤圆 全是鲍冰,加一点汤圆 吃完呢,成体味道很不错的这家 我给它评分4.5分 你吃就是四川的火 我吃这种海地老啊,那种大猴 我的感觉,不错 吃完饭齐齐一下天府绿道 消一下食,结束,拜拜 拜拜